这个星期在日本 独卖新闻接连报导了 中日两国在东中国海争端的相关消息 其中包括了中国的海警局 在温州建大型的基地 要加强在东中国海的主权申索 以及中日的海上紧急联络机制 并不列入有争议的海域和空域 那么相关消息 我们现在立刻为您连线 美国金银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 来为您报导有关情况 戈兰你好 一伟你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 独卖新闻的这两则消息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进行报导的呢 好 先说这个温州基地吧 消息是说 中国海警局已经立项 就是建设一个 50万平方米的一个基地 那么这个基地呢 造价是33.4亿人民币 那么在这个基地的这个码头上呢 预计能够停泊六艘排水量 一万吨的大型船舰 那么在这个基地里面呢 还有这个飞机库和这个训练中心 这个是温州基地的问题 那么联络机制的问题呢 是独卖新闻的报导呢 是说中日双方已经达成协议 而在最终的这个协议文件上明确记载 不把这个双方的这个钓鱼岛 日本叫尖阁州岛的这个领海领空的这个发属于这个 这个列入这个机制的对象 也就是说 换句话就是说 中日双方在各自的两千 200海里的经济海域 公海还有防空识别区 这样的这样的地方 那么这个机制呢就适用 但是在最关键的 最可能发生冲突的这个 领海领空 这个有争执的领海领空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机制是不实用的 是那么哥兰我们也知道 这个中日海上紧急联络机制 其实谈了非常多年 那么现在决定不把这个 有争议的海空域列入 在日本的舆论 还有对于刚刚你提到的温州基地 他们又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温州基地的问题呢 就因为已经经过确认了 所以呢各大传媒都报道了 也都把这个事情指为是中国 加强针对日本的海洋行动的 一个具体的案例 那么对于这个事情呢 主流传媒是这么说 但是网络上很多的一般的议论 就是认为说 为什么在中国不断加强 这种行动的时候 日本方面还在有人反对 这个集体自卫权 还在反对这个安保法案 为什么日本的有一些人 还是没有这种危机意识 那对于这个联络机制的问题呢 因为只有独卖新闻的报道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其他的主流传媒 能够确认这个消息 所以主流传媒是没有说 但是呢 网络上是很多议论的 而且外国的传媒也报道了 网络上的议论主要就是说 这个机主要的就是一种失望感 就是说这个机制本来就是想 能够避免双方的冲突 甚至是一些小规模的战争 但是现在看来呢 就双方第一 就是中日双方一点都没有信赖感 第二呢 就是说这个事情呢 估计就很难通过这个机制 来避免这种将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 或者是战争 这种冲突 这种冲突 是在冲突 是我们俩的冲突 就是要冲突 这种冲突 冲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